鲜绍露面的明星住宅比其明星们出席活动的华伊美孚更吸引观众注目 家作为私人地带更能体现明星们真实的一面 观众对此也是津津乐道 我们来看看Big Bang成员们的豪宅 鲜绍露面的明星住宅比其明星们出席活动的华伊美孚更吸引观众注目 家作为私人地带更能体现明星们真实的一面 观众对此也是津津乐道 我们来看看Big Bang成员们的豪宅 这样的Top对艺术有浓厚的兴趣 向来有收集艺术品的喜好 你看圣券位于首尔龙山区的一堆豪宅相片曝光 圣券当年一口气在该区买下两间屋 并将他们打通豪宅估计约总值260万美元 而由于圣券在工作上不时都需要环游世界各地 令他比一般人更有机会入手到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 而在众多艺术品中 他特别偏好入手油画 G Dragon用华丽而极具创意的视觉效果千变万化的造型 他一向以个人音乐才华和与众不同的时尚打扮备受关注 GD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K Pop本身 他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 在歌坛上已占有一席之地 一个亚洲歌手想要在美国获得成功 那恐怕只有G Dragon最有可能性 看过 拜托了冰箱的人都知道 全智龙是一个恋家的boy 一直和家人住在一起 前不久 他在首尔城东区圣水洞购买了一套价值30.3亿韩元的豪宅 有168平那么大全智龙的姐姐全达美又在网上PO出了一组GD别墅的内景照片 据说这栋别墅和首尔森林相邻 GD买下花费了30.3亿韩元 他和姐姐同住在别墅里 从照片可以看出 别墅装修非常简约 还能直接看到汉江 整体现代简约的装修风格 细节部分做得很好 另外歌手前辈崔承秀也住在这里 全智龙的豪宅与首尔森林相邻 而且可以看到汉江的高档商柱楼 如今超越曾经是富裕代名词的道古洞Tower Palace 三城洞A Park等成为新兴富人村 法式建筑以清新亮丽 现代为基调而形成轻盈 活泼的建筑形态 善于在细节雕琢上下功夫 它是一种基于对理想情景的考虑 追求建筑的失忆 失敬 力求在气质上给人深度的感染 G Dragon对潮流具有很高的嗅觉 是韩国时尚潮流引导者 时尚杂志封面的宠儿 对于衣服 它更是有自己的看法 往往是在实体店买不到自己心目中衣服的时候 就会自己构思 让服装设计师帮忙设计 每次专辑宣传时期 G Dragon都把他的头发当作调色盘来使用 在韩国娱乐圈没有一个明星如此折腾自己的头发 但是那样鲜艳的颜色配在他的头上才会显得没有突兀感 大制服装的搭配 小制装饰的配件 它都能够迅速在韩国引起时尚风暴 智龙是韩国乐坛数一数二的IDOL 拥有出色的作词作曲才能 是YG Entertainment公司主要制作人之一 音乐版全年收入位居韩国NOE 成功击生韩国采法偶像 早在某个采访时 当被问是不是Bagbang收入最高的成员时 GD开着玩笑回答 收入很厉害的 最近妈妈都不走路直接飞了 收入由母亲亲自管理 有试家 房子 换了都不知道 GDragon在经济道报川山景湖水附近 为父亲购买的高达10亿韩元的豪华度假村 Pension 禁止未成年人出入且投诉而引起关注 GDragon父亲表示 这里主要以情侣房为主 提高价格是为了防止GD的未成年粉丝来访 因为度假村不是孩子来的地方 所以规定为满19岁未成年禁止入内 即使适合父母来也不可以 补充说到 也不会接纳在此进行粉丝见面会 不喜欢复杂的 智隆肯定也会有不便 此处不以盈利为目的 主要用于智隆和我们一起过平静的生活 不求众人来访 只希望来访的人能休息好 Top Times GD TG可以说是Big Bang中最声名远播的CP 从早期各式进段短剧开始 无数泛入了TG的坑 直到嗨嗨的问世 坑中又被填了些土 并没有多少壮士能够挣扎出坑 Top和GDragon在身高、体型、声音上的契合度融合成一个词就是配一脸 虽然说二人呈现出的舞台观感就是呆舅舅和风之子 但这也承袭了姬勇军 如果你能在旗下抓住重心的话 我就能在上面飞翔的指导思想 一动一径 脱兔除子 琢磨不定 也风飞舞 同位rapper 一个是绅士低音炮 一个是动感机关枪 经他二人嘴炮过耳朵就可以孕育新生命 随着TG小分队的成功 许多后来者都纷纷效仿 但达到如此化学反应的仅此二人 TOP星盘之中的天王星同时拱着GD最重要的两个行星 太阳和月亮 这意味着GD会在哲学精神的层面受到诸多它方面给予的影响 这样充满变化和惊喜的相互依存关系 会让二人之间随时保持自由而振奋的能量场 同时 二人冥王星和惊星形成的良好相位 让二人一旦在一起 嘴上说不要 身体却很诚实 只要在一幅画面中出现 围观群众都很容易感受到和尔蒙爆炸的身心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